前几天有朋友留言说 这两道食材不喜欢加入 今天就用这两种食材 分享一道简单好吃的酥食 先准备一盆清水 加入一点白醋 把山药的外皮去掉 对山药过敏的可以戴上手套 然后斜刀切成4mm的蛋 再改刀切成片 把切好的山药浸泡在准备好的清水里 防止山药氧化变黑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配菜 提前泡发好的木耳吃掉根部 再撕成小块 清洗干净 青红椒各半个 切成小块 锅中水烧开 大约80度时 倒入山药 水开后过30秒 再把青红椒和木耳也放进去 炒水一分钟就可以了 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锅里加入少数食用油 油热后放几根香葱爆香 改小火 再加入一点清水 把香葱夹出来 加入适量的食盐 一点鸡精 一点鸡精调味 小半勺白糖提鲜 待调料化开后 倒入焯好水的食材 快速翻拌均匀 然后加入一点水淀粉 好让食材吸入调料 翻拌均匀后就可以出锅了 口感清脆的山药炒木耳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谢谢观看我的视频 Brian 红薯 编絢